大家好,分享今天的新闻 金正贤跟经纪公司发生的纠纷 从中又被爆出了一些猛料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分享一下 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因为是金秀贤的作品,因此获得了很多观众 许多观众也是很多都是冲着金秀贤来观赏这个电视剧 但后来被剧中的女主,也就是女演员徐瑞芝被全文了 这位姐姐颜值高,身材好,演技又好,成功的全粉 不过呢,地社却爆了一个猛料 地社,韩国有名的狗仔队 爆了一个猛料 演员金正贤和徐贤拍摄时间期间 不管是在剧中还是在宣传时 都极力拒绝身体接触,并且删掉了许多亲密气氛 甚至让编剧提前把自己写死了 徐贤被金正贤极力避免接触的新闻 想必还是很多朋友还记忆犹新 当时不明真相的观众,有人说徐贤太上感 没有被男演员看上 也有说男演员不识抬聚 全传期竟然都不好好的帮忙 当时给出的说法是 金正贤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精神状态欠佳,所以才会如此 可是最近的地社爆的猛料 真是让人吓一跳 当时的金正贤正和徐瑞芝恋爱 而徐瑞芝的控制欲太强 不准男朋友与女演员有身体接触 金正贤却 当时人都说女同志在恋爱的时候 都是叫恋爱脑智商为零 看来这个金正贤也是 满口答应了女友的要求 还说自己连和女工作人员的眼神交流都没有 都没有看他们 而且地社还曝光了两人的对话 不难看出徐瑞芝的控制欲 而金正贤也依文有女友的要求 还让导演改戏 不能有亲密的戏份 虽然徐瑞芝和金正贤 他们已经分手了 徐瑞芝本身也是演员 拍戏的时候也会有身体接触 但是他却要求不准男朋友跟对手 尤其女演员有身体接触 金正贤虽然经历了 不与徐贤身体接触的风波之后 事业其实并没有停止不前 相反呢 在凭借爱的破将中的男二 以及哲人王后中的男主 金正贤的事业也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前段时间金正贤还被曝 与爱的破将的女二徐志慧 低调恋爱了一年左右 虽然双方的经纪公司 都极力了马上出来否认 但是地社却放出了两下 两个人私下约会的照片 又给了实锤 关键是另一方面 他的前女友徐瑞芝 又被挖出了一些猛料 徐瑞芝和金秀贤曾谈过恋爱 金秀贤就是来自星星的你的男主 与金秀贤曾谈过恋爱 金秀贤还介绍了徐瑞芝签约 到了金秀贤表哥的经纪公司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有关系 据悉是徐瑞芝和金秀贤分手之后拍摄的 两人十分敬业也足够专业 即便分手了也照样完成了许多的亲密戏份 你看这个徐瑞芝啊 不准男朋友拍亲密戏份 反而自己也可以 自己却可以拍这个亲密戏啊 哎呀 更亮人毁三观的是徐瑞芝的现任男友 正是金秀贤的表哥 真是啊 有点太乱了吧 最近啊 徐瑞芝缺席了他新片的发布会 新片好像是明天的记忆吧 好像是这个新片啊 缺席了发布会 是因为他不希望提问 与姬正贤有关的问题 所以他就拒绝了 这个新片发布会 也最近各个 在韩国各个大娱乐公司 各个新闻呢 就大肆的娱乐报道这个新闻 所以说 徐瑞芝也坐不住了 压力太大 所以昨天晚上啊 徐瑞芝发表了正式的立场声明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 徐瑞芝的发明的立场文啊 他的经纪公司叫金牌公司啊 我们就解说金牌吧 大家好 这里是金牌公司 以下是关于旗下艺人 徐瑞芝 近来报道的正式声明 首先对于正式公告的延迟 我们深表歉意 对于 正式立场表明也太晚 很抱歉 金正弦一方确认后 以明确证实与该剧有关的争议 并非由徐瑞芝引起的 他表示 有意透露自己的立场 但是他们评论说 由于各种问题的重叠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争议继续加剧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接受可以 首先宣布我们的立场的观点 来表达我们的立场 在此对于入场通知的延迟 我们深表歉意 与金正弦方面确认后的结果 跟戏剧有关的争议 绝对不是因为徐瑞芝而引起的 这点可以确定 因此本人表达了 想要发出立场声明的意见 但是因为有很多问题堆叠到关系 导致立场声明花了很多时间 在争议持续的暴增的状况下 我方认为应该要先表达立场 再次发表声明 再次对于正式发表声明太晚表示歉意 此外 对于未参加今天电影 明日的回忆的首映里 我们对电影官员 其他演员和记者的伤害深表歉意 以及今天举办的电影 明日的回忆 媒体记者会无法参加 带给电影相关人士 演员取材的记者很大的困扰 真心的低着头向大家致歉 在此分别表达金正弦的立场 以及我方的立场 根据争议报道内容 戏剧主演金正弦 照着某些人 也就是说徐瑞芝的要求 毫无自我思考能力就做出那些行为 以常理上来讲 不太可能 一位演员没有自己的意志演戏 进行拍摄 这件事事实上是不太可能发生 尽管会在公开对话中显示 但是与金正弦进行了对话 当时金正弦还要求正在拍摄另一部电视剧的 徐瑞芝不要拍摄接吻场面 但徐瑞芝还说 恋人之间的交谈充满了嫉妒 这可以看作是业内爱好者之间 演员之间的共同的爱斗 爱斗就是偶像 但是除了恋人之间的争吵之外 所有演员都在正常的拍摄 我认为也一定有其他不可避免的个人情况 另外由于所报告的部分是个人之间的公开对话 不应该公开 因此我认为这引起了极大的误解 因为他不被认为是恋人之间非常私密的对话 结果令我深感遗憾的是 即使在爱情事务上 我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成熟感 在公开的报道内容里没有出现 当时金正弦也对正在拍摄其他戏剧的 徐瑞芝也做出了不准拍吻戏的要求 因此徐瑞芝回答 那你也别拍 两人以这样的方式谈到与他人之间的肢体接触 内容就是情侣之间产生的基础心的对话 这可以看作业界演员情侣中常有的打情骂俏 只不过与演员情侣间的打情骂俏无关 所有的拍摄都是正常的进行 金正弦当时一定是有不可避免的个人因素 才会那样做的 以及报道内容里 不应该被公开的个人对话外流 没有考虑到那是情侣间非常私人的对话 反而造成了非常大的误会 结果来看就是 因为恋爱的关系 以及个人未成熟的感情 对很多人造成了困扰 现在感到深深的懊悔 另外有关徐瑞志的学术背景的询问也有很多 因此我们借用这一立场来回答问题 徐瑞志被告知已接受西班牙马德里 这是马德里什么大学呢 Completence大学录取 并准备入学 但那时以来由于他在韩国开始活动 无法正常上大学 还有最近关于徐瑞志学历有疑问的问题也很多 借此声明向各位解释一下 徐瑞志确实收到了马德里Completence大学入学通知 但后来就反韩活动 因此没有办法继续读书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 与学校暴力有关的任何其他怀疑都是不正确的 以及接连爆出校园霸凌的相关疑惑 这点绝对不是事实 再次致歉 我们深表歉意 造成困扰 再次道歉 以上就是徐瑞志的道歉文 但是徐瑞志的公开资料显示 他的学历就是马德里的康普斯顿大学的学历 但是这里写的是根本就没法继续读书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毕业 这一点应该是承认造假 但是他也没有明说 至于其他的是真是假 我们再继续关注 大家各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作为吃瓜群众 看看热闹就好 谢谢 谢谢 谢谢